吉吉咸乳酪再沾上特製大蒜酱 接着送进烤箱 经过7分钟的烘烤 新鲜爆香的大蒜面包出炉 光是看就让人食指大动 把面包切三道 让大蒜酱可以充分散透进面包当中 这款从韩国红到台湾的大蒜面包 当初却是老板听到韩国朋友介绍才会引进台湾 老板说来到台湾得先把面包size缩小 比较好卖 还研发出不同口味 除了原味还有泡菜 明太子 咖喱和巧克力口味 推出新口味果然成功 待起业绩就连艺人 林彦均都发文推荐 网路预购还得等上14天才吃得到 不只是在台北在高雄的黄昏市场 也有摊位枪工爆浆大蒜面包的商机 这款六角爆浆乳酪面包 改良韩国的爆浆面包 每天最多可以卖到400个 今年4月开卖 天天几乎都要排队 有时候甚至还得等上一个小时 大概一个多月吧 然后就有部落客才找成这样的登场 去年在韩国成功掀起洗版热潮的爆浆奶油大蒜面包 结合大蒜面包的香酥和重口味 还有满满的浓郁乳酪内线 成功洗版IG 而这波热潮烧到台湾 因为台湾人爱吃面包 国内烘焙市场一年多达600亿 业者们看准商机 应尽改良口味 要让韩式面包的旋风席卷全台 记者春天云季冠红外山台北高雄采访报道